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专家 周晓鹏 周老师 欢迎 陆琪 陆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 图磊 图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蜜 但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 在他心里好像任何事都比我重要 而且一吵架他就和我提分手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他总说我不在乎他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都是他在无力取闹 一点事情就要和我闹进去 我们总是因为各种小事吵架 吵了虽然和好了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我们还应不应该在一起 我现在也很累了 今天来希望可以好好解决 我们之间的问题 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掌声请出这对小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公 22岁来自江西学生 女嘉宾小和 22岁来自江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经常跟你提分手 是吧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不在乎你 这个感觉除了他跟你提分手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呢 还有就是他经常没时间陪我 我们谈恋爱这么久了吧 他每到周末 他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要回家 回自己父母家 对 因为我现在目前家里 我爸他出去出差了嘛 很久回一次家 然后家里就只有我妈照顾小孩 还有一个老人 特别特别辛苦 我那时候也跟他说了 一个礼拜回家一次照顾我妈嘛 那你家里人需要照顾 那我就不需要照顾了吗 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大学 我容易吗 我放假 我平时周末又不能回家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陪我 谁陪我呀 清明节你也没有陪我呀 是吧 清明节都陪你干嘛 因为我家里一个习俗一个情况嘛 我家里的长子就必须要回去 祭拜一下先祖 那你国庆节也不陪我呀 那也是因为我回到家以后 我爸他刚好回来了 我妈那边已经订好了去博物馆的票 因为我爸很很难得一次回来 很难得家里人一起去聚 叫我跟我同学能不能看他们妥协一下 往后演一演 那你什么都能推迟 什么都比我重要 那你还找女朋友做什么呢 真的啊 他周一到周五陪你了 周末回去陪陪家人帮着干点活 好像也说得过去啊 日常对你怎么样 他平常他经常对我承诺的一些事情 他也做不到啊 他上次说我们两个去逛街 然后我看中一个很好看的口红 当时吧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色号特别好 我也很满意 他当时就说要不我给你买吧 但是他到现在也还没给我买呀 价格大概也有四百左右吧 当时我身上没有带那么钱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一个经济情况问题 自己在兼职 然后想存点钱给他买这个口红 但是我发现就是 光是我们两个出来玩 就是出来逛街什么的开销 超出了我这个兼职 存下来的一个钱的一个开销嘛 存不到什么钱 就一直这样下去 就没有给他买到这个口红 你如果没钱买的话 存不了那么多钱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也能够理解你 但是你也别给我承诺呀 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到啊 不是 他承诺你的是今天买 明天买 后天买 还是说在这辈子 我们俩的最后那一刻 我送你一只口红 他的承诺是什么姑娘 他的承诺就是说 等我攒到的钱我给你买 钱不是还没攒着吗 但是他那个生日礼物的那件事情 你又怎么说呢 生日礼物我不是也送了你吗 虽然说事情也比较忙 所以到生日那天 我才记起来要送你生日礼物 可能他那快递晚了一两天 但是也是一样送到了呀 我还送了你礼物啊 生日为什么要叫生日 就是在那一天才算是生日啊 那一年就过那一次生日 你都要给我推迟 那就只能证明我在你心里 也就那样吧 还有你压力大 我压力也大呀 每次我们一吵架 你就跟我闹分手 我一闹分手 然后你就同意 那你为什么要闹呢 因为我委屈啊 都没什么事闹过分手啊 又是国庆的那一次嘛 然后前一天他跟我讲了 他家里有事 那他有事我也有事啊是吧 我也推了好多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就跟我说他不能去了 我就有点生气 我也没有理他 然后第二天 他也是对我的脸色不是很好 我就更加生气了 那我那天晚上啊 活了你那么久 发了很多信息给你 你也没有回我 那我觉得 就是非常非常累 心里很不舒服 到了第二天早上 你还是一副那样的 一个脸色在那里 那后面到了地鞋站的时候 我跟你说话 你也不理我 然后我就只好说分手 然后你也没有追我呀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一样的 后面我不是也反省了吗 找你认错 我们不就和好了吗 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 又因为同样的事情吵架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也约好去兼职嘛 结果就是兼职 没有赚到什么钱 然后我们两个出来的时候 开销也很大 就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当时也哄了他 那结果他一路上就是 什么话也没说 我就给了他两个选择 就说要么我们就继续 这样努力下去 这样改变一下现状嘛 要么就是不要过了 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手 上次年是他朋友过生日 然后叫他去酒吧喝酒嘛 他之前答应过我 你不会喝酒嘛 我那个时候说 我不会喝酒 第一次就是说 我那时候不会喝什么酒的 我最多也就喝那么一两杯 刚才他可能听错 就说我一直不会喝酒嘛 不会有很多意思 你当时说的那个意思 不会有过喝不去喝 是吧 至少两层意思 你理解的是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喝酒 他永远不会喝酒 所以你就闹 闹了之后你又烦 烦了你又说分手 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情况嘛 然后那边又吵 可能回答信息就比较晚 就说是没有回答他什么信息 那结果他那天就跟我闹这个情绪 我就很不开心 那你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啊 你对我的承诺就这么不伤心 那也不全是因为我的问题啊 后面也在跟我抱怨 就总是拿别人的男朋友跟我来比 我一那天假期 他看到朋友圈 那些男朋友带自己女朋友去旅游 去玩 他跟我说这些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咱们什么条件 你不知道吗 那这也不是我故意找你查呀 那一天我室友他们都出去玩了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 我一打开朋友圈 那全是这样的信息 况且去旅个游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吧 只要我们之前做好打算 然后查一查攻略 来个穷游也是很好的呀 小姑娘今天来干吗呀 我今天是想请各位老师 给我们两个人一些建议的 什么建议呀 就是关于这些冲突矛盾的建议 我能先问几个问题吗 就男朋友到底是用来干吗的 男朋友给我一个保护的呀 当初看上这个小伙子什么了 我觉得他挺善良的 善良 还蛮会照顾人的 虽然有时候吧 很多事情想不到 有些有些木讷 女朋友是干吗的 照顾 照顾你还是你照顾他 其实我很想照顾他 但因为我自身的一些情况 一些原因 至于往往有时候会忽略到他 你的学费啊 什么是家里还是自己挣 学费可能我可能 还挣不到那么多 但是我会全部拿出来 就充当学费 生活费呢 生活费也是自己兼职嘛 该如果说是实在没办法 身上没有钱 该只好跟家里人说 其实你现在读书的阶段 等于自己挣钱 然后读书 不够的让家里稍微贴补一些 是吧 对对对 经济情况紧张吗 家里 挺紧张的 有点紧张的 挺有压力的 那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你有压力吗 也一样有压力 因为两个人的开销嘛 大部分都是我来出的嘛 这个你了解吗 姑娘 我一直知道他挺不容易的 每次他快没钱的时候 我都知道啊 然后我也会主动地去买单 有时候稍微有一点那些 照顾不到的地方 我就有一点点小脾气 我也没有真的跟他生气 所以在你心里面 要的男人是说 我可以随时发脾气 你只要随时能哄我就行了 是吧 也要有实质性的 男生今天来这个地方 是干嘛呢 其实说实话 我来这里 确实因为跟他在一起 这么久了嘛 因为这些矛盾 这些问题 然后让我很累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来这里能够 请各位老师 帮忙出点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嘛 你虽然在主观上身体很累 但是从主观业望上说 还是想跟他走不下去 对 想找一个 能让这段关系 变得轻松的一些方式 是这意思吗 是是是 如果就是一直这么累下去 还要吗 可能不会吧 好 每个周末都回家 对吧 而且女朋友又那么年 你有没有想着 相邀这个女生 到家里面去玩一下 谈了两年了嘛 我不是说见父母啊 就是邀请同学到家里玩玩嘛 看一看 想过吗 这个想法其实也有想过 但是也因为实际情况 实在是不好那个 你指的实际情况不好 那个是指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家里人 还是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嘛 所以家里人不希望你这个阶段谈恋爱 这是你给我的答案是吧 也不是说是不让我谈恋爱 就是让我有分寸 明白 老师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 你就恋爱谈得好累啊 我先问你第一句话 如果你对女生讲 亲爱的 我买不起这个口红 你说得出口吗 很难说出 因为我知道她喜欢 这只口红多少钱 女生 三四百 她一个月打工 大概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我做兼职现在是一千 平均算下来 你这一千块钱里边 包含了一部分的学杂费 包含了你的日常生活费用 包含了你们两个出去的开支 还有你要买的这些礼物 对 我可以算 所以四百块钱的口红 对于你来讲 算是价格很昂贵的 所以男生 我说你谈恋爱最累 累在你永远在讨好别人 你第一想要讨好女朋友 第二 其实你也想要讨好你父母 你说我知道妈妈 很辛苦 我想回去陪妈妈 可是你在跟妈妈 爸爸之间和跟女朋友之间 你从来不敢 坦怒你自己的心扉 你总希望去做别人 想让你做的事情 可是你从来没有 真正为你自己做什么 所以一旦你们两个 出现矛盾 你就想要逃离 我倒觉得你们两个恋爱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女生不是一个 特别物质的女孩 可恰恰在于你自己的 这种过于好面子的心理 可是你别忘了 对她来讲 或者对大部分人的恋爱来讲 谈恋爱 他们要的是两个人 能够彼此真心地交流 真心地告诉对方 我能做的 我不能做的 就是首要的 如果你在恋爱当中 你连真心话都不敢讲 这个恋爱就不是真的恋爱了 那只是为了迎合别人 而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 你还想跟她真正在一起 首先把你想要讲明的话讲明 跟她商量好的事情 坚决地做到 跟父母那边 我倒认为你没有什么可忌讳的 告诉父母 我有好好工作 我有好好学习 我也会好好谈恋爱 那相反对于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其实你的男朋友 他就是一个没有经济能力 还要靠自己打拼的男人 他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在他有责任心 只是他现在有责任心 但是没有那个能力 去扛你们两个需要的经济 所以你不妨给他一点宽松的时间 让他有更多精力 为你们未来去打拼 好的爱情 一定是建立在 互相彼此真诚对待的基础上 再去共创未来的明天 所以我希望你们明天更好 而不是现在变好 谢谢 好 谢谢钟老师 来 陆提老师 男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 家庭 事业 爱情 学业 你要排行怎么排 现在 学业 家庭 爱情 事业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学生时期的生活重心的问题 有一些人在学生时期 他全心全意地谈恋爱 我把它叫做全职恋爱 有一些人呢 他是恋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把它叫做兼职恋爱 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全职恋爱 遇上了一个兼职恋爱 这里面没有对错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一个姑娘 为什么你在整个学生时期 你的生活的重点会是爱情 这是你要想的 男生 我觉得你打工啊 挣钱啊 照顾家里 我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要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制定了一个计划 制定完了 你就觉得我已经把它执行完了 没有去兑现这个承诺 如果你不能兑现承诺的话 为什么要对一个把爱情看得很重的姑娘 在她面前去说我答应为你做什么事 你把承诺太轻许了 说白了 你要为爱情投入一点精力 你要为爱情找一点兼职 谢谢 好 谢谢文琪老师 来 阳老师 女生很可爱 说话细声细气的 即便是在满院男朋友 听起来也挺温柔的 我觉得你在这段恋爱当中并不可爱 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家庭状况不好 要靠勤工俭学 而且很孝顺 很愿意承担家庭责任 去陪伴父母照顾 弟弟妹妹的这样一个男人 甚至你都不知道 他一个月打工只挣一千块 你说一两百 你还因为他不给你买四百块钱的口红 站到这里去指责他 如果你真的是全情投入地去恋爱 去爱这个男人的话 你应该了解他的全部 你应该特别自觉地说 那你辛苦的时候我帮帮你 我们现在经历条件不好 不买贵的东西 这是爱一个人的表现 整场听来 你对他的爱情就是在索取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生 你也要学会去照顾他 你刚才说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就是照顾啊 凭什么呀 男人照顾女人是因为他可能 从体力上 从某方面能力上 可能会比你强一点 可以照顾 其他方面呢 他不需要女人的照顾吗 可能我说的话重一点啊 我相信你们之间相处 你一定有温柔对他好的一方面 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说你表现得不够好的地方 如果能改进 我觉得你的爱情还可以继续 我知道我说你的女朋友的时候 男生心里也不是滋味对吗 但不客气地讲 他今天变成这样 你的责任很大 自己扛不起的责任 自己承担不了的所有 为什么全扛在自己身上 你全部担在街上 他就不会成长啊 所以有时候男人在爱情当中 示弱其实挺好的 你把你自己的不如意 把自己的不能够承担的事情告诉他 让他陪你分享 让他帮你承担 你们的爱情会更紧密 你们的心会更贴近 爱情当中成长是相互的 如果任何一方 自己一定要冲面子 或者说是认为自己那么 就应该扛起担子 反而会让爱情的天平一边倒 最终走向你们现在这么不愉快的状况 所以都需要调整 我说的严厉一点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两个孩子都不错 希望你们能够调整身上 不太恰当的地方 让你们的爱情继续走下去 好吗 供你们参考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不倾诺 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 故人不负我 你要不是轻易地许下一些 可以答应他的一些条件 他就不会生气 他如果不信你当初给他承诺的那些条件 那他也不会觉得你欠他 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 你必须地清醒地知道 自己是谁 对方是谁 我有多少时间付出到这段感情 我有多少金钱 可以付出到这段感情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对方是个什么条件 对方有多少时间和金钱 能付出在这段感情当中 当年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 我只有四百块钱 我连自己的烟钱都没有 而且我每天晚上 做晚间的谈话节目 我也知道晚上 我不可能跟女朋友去压马路 所以我也不轻易地做这种承诺 所以现在是我的老婆 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 她也从来不向我提这种要求 她知道我晚上要上班 所以她不提要求说我们要看电影 她也知道我只有四百块钱一个月的实习费 所以她从来不会跟我说 要带我去吃牛排 她尊重我 也心疼我 她甚至会把几十块钱烟钱 偷偷地放在我的口袋里 而不会像你一样 给我买只四百元的口红 这种话说都说不出口 所以如果你心疼她 你怎么会提这种要求呢 老师我能说一句吗 你说 这个口红当时并不是我主动提的 我知道不是你主动提的 但是如果我是你 即便在她面前 我都不会对那个口红多看见 你在她面前表示出来了你想买吗 她固然有她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 不要轻易地许下承诺 那你呢 你要是真心心疼一个男生 你明明知道她有一个弟弟 有一个妹妹 你明明知道她母亲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她回去却是帮衬父母 你明明知道 你撒个娇 说你不陪我也就算了 你难道还真生气呀 如果你明明知道 她是个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就要尊重她这种条件 这种尊重之下 是有情人之间的心疼的 你有吗 因为今天从头到尾 你描述的那种种问题 我们都感觉你只心疼你自己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她 你就应该懂得去心疼你 男生也是一样 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说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去捧一个娇滴滴的女朋友 那我们就像老师所说的 找一个大大方方的 把自己的口袋掏出来 告诉她 我只有这么点钱 但这么点钱当中 我愿意 有你一口试的 也有我一口试的 但我绝不吹牛说 我还能给你买更好的 明白吗 明白 知道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谁 对方是谁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谈恋爱是为了什么 在那段关系里面你想要的是什么 可能在女生的心里 恋爱就是开心愉快和享受 它就够了 可能对于男生来说 恋爱不仅仅是这些 还附加了一些责任性的东西 对吧 你看 这两个人在恋爱的认知上就有分歧 为什么要谈呢 为什么要这么吵呢 不就是吵这个吗 其实在我看来就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找的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吗 你想清楚 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换而言之 你想在这个爱情当中 你最享受的是什么 男生 说我谈得很累 我很苦 那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在你们两年的恋爱当中 到底是快乐多 还是痛苦多 到底是开心的时候多 还是流泪的时候多 想到那个人是温暖的多 还是伤心的多 你们把这个东西想一想 你们就知道这段路应该怎么走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跟你谈了这么久 其实我们中间虽然说 出现过很多矛盾 问题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去解决 好好地走下去 因为毕竟这些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嘛 我也不想到最后 闹得谁都不好 虽然你经常不能陪我 而且呢也不会把我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当初就是喜欢你的善良 你的耐心 你的细心和包容 但是这些问题呢 你还是得改改 我觉得能不能走到最后 还 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一分一秒 似水流年 围巾和那个星星是吧 谁来讲讲你们放的是什么记忆啊 那条围巾是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 那天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能是借了朋友的手机吧 装作快递员叫我去拿快递 结果到了以后呢 我看到是他 看到他手上拿着这条围巾嘛 他跟我说 这是很早以前就想支给我的 那支了很久很久 那时候他送我这条围巾带给我温暖 但我现在想跟他一起有这份温暖 女生放的是什么呀 那个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花了好几个晚上 给我一颗一颗折的星星 他还特意地放了一小瓶香水在里面 一打开就香喷喷的 特别有感触 就为什么大家拿回忆的时候 你发现都是恋爱初期的那个回忆 所以人们常说一句话 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后来怎么就那样了 到底是为什么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啊 来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接下来我们见证地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成熟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去带我才 来 来 来 请亮灯啊 送给你们啊 祝你们快乐啊 谈恋爱吧 快乐好吧 来 谢谢你们 爱情当中的人 你们就享受在爱情里 好好地去谈吧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曾经的你跟别人都不一样 你理解我 支持我 鼓励我 但现在却变了 我一直都很珍惜你 所以我也尽可能地对你好 这是你的梦想 是你还不知足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能赚大钱 能成大事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如果再这么执拗下去 听不尽劝 我们也只能分开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王28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韩34岁来自河北美妆店老板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在一起据说是谈了两年了是吧 是的 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是吧 还是参加朋友聚会认识 怎么认识的呀 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谁追的谁啊 是他追的我 今天来是为什么呀 我们不是在一起两年了吗 一直感情都很好 感情很好 男生吧 他总想创业 刚开始我是支持他的 然后给他投钱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他每一次都赔 我就不想再让他这样下去了 创嘛 陆七老师都创了十几年了 还在创呢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然后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 我觉得就影响了感情了 就是因为创业这点事 小片里面你说的特别棒 我能干大事 你打算干点什么大事 什么都想干 只要挣钱 什么都想干 只要挣钱 那您干的可不是大事 您就想干挣钱的事 都干过些什么呀 开过半天上就都干过 反正基本都是与餐饮有关系的吗 现在我就不赞成他去干这些事情嘛 为啥不赞成人家 你理想干 因为我觉得他不具备经商头脑 你怎么能说人不具备经商头脑的呢 是这样的 就是自从他和我认识以后嘛 因为我比他大六岁嘛 而且我还离过一次的婚 所以我就觉得吧 有他这样一个男生追求我 我感觉我应该好好珍惜他嘛 然后一直以来我都对他特别好 他很早就进入社会了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 但是他这人吧 心气特别高 然后总觉得他将来能干大事 你说我作为他的女朋友吧 我觉得一个男生有事业心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吧 我作为女朋友应该去支持他 刚开始我就特别支持他 就是第一次创业嘛 他想和朋友合伙开一个麻辣档台 他朋友说他朋友祖传秘方 他当时给我描绘得特别好 将来了肯定能干大 都能贯成全国连锁那样 是是是 当然我倒是说 对这个未来不是特别在意 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次创业嘛 支持一下 支持 然后我就给他投了一万块钱 就投了一万是吧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小摊嘛 还挺好 结果呢 他却被骗了 一分钱都没拿回来 都连那个出摊的那小车都赔进去了 你哥们儿骗他给出摊的车了吗 什么情况啊 就是都赔进去了嘛 那我平时不也花啥干啥零活啥的 多少的不也还一点吗 还了多少啊 还了几千块钱呗 几千 三两千块钱 三两那还不够利息的呢嘛 要这么算下来 行 这事咱们就过 主持人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创业嘛 我感觉你说万事开头难啊 是是是 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嘛 必须的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还安慰他 我说没事啊 咱们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对 这件事以后 我也是出钱支持他 又干了其他的一些小生意吧 但是都以赔钱收场 然后这时候我就感觉他 真的根本都不具备精神头脑 是吧 照他这么折腾下去 你说多少钱也不够啊 是吧 有点害怕了是吧 对对对 那我心里就没底了是吧 本身你说我跟他在一起 也不是说租他钱是吧 他本身也没钱 对对对 我就特别希望 他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踏踏实实的是吧 然后我都多次跟他说 想让他放弃创业的想法 他根本都听不进去 就整天跟我讲什么成功学 听得我头都晕 马迅想当初 说他失了多个同学 去肯德基应聘 结果他失了多个同学 都被应聘上来 就他每被应聘上 但是人家不靠自己 一步一步的 现在不也成了阿里巴巴的 总裁了吗 我感觉失败都是成功之母 马云失败是拿马云自己的钱 和马云自己的精力 在失败当中历练 你是怎么失败的 你给我们讲讲 你是怎么失败的 就是 你看钱有他出了 那个合伙人是哥们 是朋友 你在这些买卖里干什么 就是他走了呗 谁走了 把钱财都骗走了呗 谁把钱财都骗走了 就之前的那个 不是你 怎么就骗走了呢 就是他总和我说 就是说那个 他是谁 就是我前面那个对象 你前女友 你先说你那饭店 是跟谁开的 跟他开的 跟前女友开的饭店 钱是谁出的 钱是我出的 你出的 饭店是谁管理 他管理 你出的本金 有一个管理人 是您的前女友 后来这饭店弄黄了 黄是因为什么 黄就是因为 他给我骗了 随后都是说 东西都是他的 把我骗了 就前女友 把这个饭店给收了呗 把你给踢出来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觉得受害了是吧 对 现在你想让他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对对 但是还想创业是吧 对 就是他吧 一直不死心 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讨好我 就是我 白天从店里的时候 天天去给我送花 然后晚上 回来的时候 给我准备一下 什么猪光晚餐啊 然后没事的时候 转个小礼物 就是想让我赞同他去做生意嘛 整天从我耳边叨叨 然后我就心又软了一下 他又说想跟朋友客户干点生意 我问一句啊 你自己做生意不就行 你干嘛求他呀 钱不够问 想让他投资 是这意思吧 对 找投资人呢 找银行贷款啊 你不能老逮着一只羊毫毛 是吧 给没给钱 给了 然后这会儿 他不但接我的钱 把自己的那样 家里全部打上了 然后结果不出所料 然后还是赔光了 这个买卖 关键是还差点钱 差点钱我让他给我补 但是他没给我补 所以反正可以 反正一塌糊涂 就如果当时要再给您 追投一下的话 您这买卖就起来了 对 完了随后 他还把这点事 赖我身上了 那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现在他不是 这些事情以后吗 我就坚决是不让他去了 这会儿我就给他找工作 拜托我朋友 都是已经赶紧说好了 他直接去都行 上班去都行 结果呢 没去 都因为这个 就把我朋友都得罪了 为啥不去啊 我感觉是我有那能 能力能做好啥 我都没想 我都不想去他 给我接着那个地方 行 我明白了 就是从他 没看上那工作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想 自己的干拼 自己的努力 有志向 有志向 不是我有一家 那个化妆品店吗 他就说 要不然我去你那个店吧 干啥去 想当管理什么去吧 他觉得到我这个店 也能发挥一下他能力 这个未来在 职业职场简历里面 又写一笔了 我曾经开过一家 美妆店 去了 你说我对他能力 确实是不打心人 但是你说他现在 你说整天无所事事的 找班也不去是吧 我想赖都赖吧 可是我没想到 他来了以后 人家真是大到克服的 进行改革 改了 改 说我们家那个 楼沟太图 而且呢 说我这个精英模式 也有问题 去您那儿管理了多久了 就是他赖的时候 大概有三四个月 两段时间吧 怎么样 业绩蒸蒸日上 没有 然后 你根本都不懂管理 不是 你拿业绩说话吗 他接这个店 管理了三个月之后 绩效怎么样吗 效益怎么样吗 不咋样 然后吧 人家过了一段时间走了 因为他不懂管理 我说他 我感觉我的经验 就是说 这是自己家的店 要是说 别人想问我 我都不可能告诉他 这都是商业几米 我感觉他这店 就是说 为啥挣不着大钱 都是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给他指出来了 完了他还 就是说满 满怨我呗 真行 我还挺佩服你的 你还信呢 我不信 不信 但是他是他自己走的 走了 是这么回事 他就是总认为 比我那个能力高嘛 这个倒不是说 因为那个啥 我不让他来的 是因为啥事呢 我是感觉他跟那个 店里的阳光 果然性太暧昧 他年龄比我小嘛 就是我们店的店鱼 就是年龄跟他差不多 有的还比他小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 那种年轻漂亮的 小阳光老跟人待在一起 就整天跟人家聊这个 聊那个的 开导人家的人生 就感觉 他好像是人生导师的 整得我们这群小姑娘 还挺崇拜他 你说我都想了 你说他有那么多话 跟他聊 我怎么没看见他 这么跟我聊天啊 那我不是跟你解释过 很多回来吗 我跟那些员工 只不过都是 谈谈工作啥的 偶尔是啥的 跟他们开个玩笑 开玩笑也不就是为了 团队建设吗 完了随后 他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也不相信我的能力 现在还怀疑我的人品 哦 所以你想跟他分手是吗 没有 一个做大事的人 别人既瞧不起他的能力 又怀疑他 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人品 他居然还不分手 哎呀 我想不明白啊 心里有什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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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跟他们 确实是没有那种 就是你不是不想分手吗 他都觉得我圆望他了 人家一气 只想问他 好想关系 就在他地方 其中一个人 应该是这个 编号 量死的 但是 至此 有一个便的 黄柄 我会有一个 很可态 他就会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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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她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吗 我觉得不具备的 在你跟她恋爱之前 她坚持做过哪一项工作超过一年以上的 有吗 应该是没有吧 好 也就是她在跟你之前也没有做过大事 在跟你之后 你也看到她不具备做大事的能力 所以我想首先说你的问题 我觉得34岁又经历过婚姻的女人 应该懂得什么样的男人是有责任心的 以及什么样的男人是希望能够跟你组建家庭的 那至少在这几个条件当中 这个男人第一 他希望家里边变得更富足 而不会把家里边的钱掏空地往外投 这个男人至少在你眼皮底下 在你的公司里边 不会随便跟你的员工调情 如果他这些都做不到 那至少这个男人不具备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条件 除此之外 你还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的关心和安慰 他至少可以给你做顿饭吧 我没有听到 所以你到底涂的是什么 我觉得你第一个你贪涂他的 无非就是他所有口中的口出南花 空的梦想 那第二个你能涂他什么 不就比你年轻一点吗 吃软饭至少有一点尊重他呀 我没有看到你对他有任何的尊重 在家里边你没有尊重他 在他的公司你没有尊重他 在他的朋友面前你没有尊重他 你明明知道 他是一个34岁离过婚的女人 你明明知道 他是一个未来想要婚姻的女人 也许他还想要自己的孩子 你明明知道 应该这两年没有去见过他的父母吧 他如果真心想跟你结婚 两年还不见你父母吗 第二个你觉得他对你好是应该的 而且他比你大 并且他还离过婚 像我一个28岁的 都没有结婚的男人多好啊 所以你觉得他亏欠你了 也许他的这个 现在所谓的叫什么美容店 关门了 你才会真正放开他 所以姑娘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是爱情 爱里边是要用心的 所以你现在没有爱情 待会儿进门出去 不要再留恋一个 不停地敲诈 勒索你钱财的男人 而从来没有给过你爱的男人 谢谢周老师 作为一个19年创业失败的人 给创业者和创业者的家人们 提一点我的分享 首先第一个 自己毫无管理经验 说别人不懂管理的 自己一点钱都没挣 说人家不会挣钱的 基本上都是成功学的受害者 成功学的能力 和商人的能力是不同的 成功学教给人的是 怎么去激励 商人的能力是怎么赚钱 所以很多人学会了 怎么激励人 但没有去学会怎么赚钱 第二个 我跟你说一句 创业的底线是 自己能养活自己 你自己能养活自己 越是游手好闲的人 就越是满怀抱负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有时间空谈 真正的一个创业者 就跟你一样 干活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去空谈 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可能是因为自己离婚了 所以觉得 我要迅速地找一个人来爱你 我要迅速地找一个人来结婚 但你到底有没有想过 结婚是什么 你有想过你未来赚的每一分钱 都要跟他分享吗 你有想过万一以后你生病了怎么办吗 你有想过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承担的吗 他是一个真心实意想要结婚的人吗 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不能因为你离过婚 所以你就觉得婚姻就无所谓了 我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娶我就行了 不是 越是离过婚 越是经历过 你就越要知道婚姻的重要性 婚姻的严肃性 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吗 你要考虑一下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苏琪老师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你现在没有赚大钱的本事 也没有找到赚大钱的门路 而你却找到了一个 确实在这个阶段 你认为适合自己的女人 因为她不嫌弃你 她还想嫁给你 她还愿意负担你 这个女人找得好啊 特别适合现在你 但是我请你不要那么自私 你认真地想一想 从我们一生的角度 从爱情家庭的角度讲 你真的想要和这样一个女士结合吗 和她共度余生吗 我看你现在种种不像 如果一个真的决定结婚成家的男人 不会在家打游戏 让女人去赚钱自己一点都不努力 能做大事的人至少要厚积勃发 你积累了什么呀 所以如果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的生活 自己都不能把家庭的责任 把事业的追求 放到一个踏踏实实的角度去做的话 何谈成家呀 所以找她你合适了 只是合适了这个阶段 我并不觉得你真心想娶她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小人常立志 君子立常志 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说你图这男人什么 帅也长得不帅 才华也没才华 又不尊重你 又不珍惜你 其实你不是爱她什么 你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分不开 是因为你曾经付出过 很多女人就是这样 因为付出过 所以我觉得不能分开 你想想看你到底爱她什么 生活中没有担当 同时对你人格又不尊重 你跟她会有未来吗 说实在话 做一个私企业主 做一个小小的化妆品店 起早谈黑 本身是不容易的 你很清楚一个创业者的艰难 你很清楚他做不了生意 但是你依然还一次又一次地去纵容他 拿你的钱去造 是因为你那颗自卑的心 你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跟他说 其实你配不上我 一个男人没本事不可怕 最怕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没有自知之明 第二点是不自重 你说这种男人还有得救吗 所以把你那颗自卑的心收拾起来 虽然你离过婚 虽然你已经到了三十来岁 但其实在生活面前 你是一个成功的人 你好歹给这个社会 创造了几个就业岗位 养活了几个员工 自己有一个小店 你是很成功的你知道吗 你完全有资格找一个比较更好的人来疼你 好吧 好 谢谢图雷老师 对您来说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那是爱 这个爱让你快乐 你就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其实根本不是爱 只是因为自卑或者贪婪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选择放手 记住了啊 干大事的人是脚踏实地的 大事太多了 不仅仅是挣钱 能爱好一个人 其实有时候也挺伟大的 行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人情60秒 其实我挺想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父母那点 确实我可以慢慢说 跟他们谈呗 刚才嘉宾说 我贪恋你年轻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贪恋的是 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 那种快乐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种快乐的感觉已经不见了 更多的是痛苦 如果你老是这样执迷不悟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说说吧 书和放大镜背后什么样的记忆 我给他放的这几本书都是一些名人的传记 因为他不是经常跟我讲成功人士吗 希望他通过这些数据真正领悟成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希望他能够真的体会到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功吧 你那个是什么呀 其实我内心是想跟他好好打耳朵的 但是我父母那儿不同意 我就想让他拿传展镜能看透我的心是怎么想的 明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你看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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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门嘛 来看他们自己的抉择 请开门 行 这个结果是最好的结果 从此新的开始 对一段情感告别 这边我们给他一个好的解读就是 经过老师们的教导 他终于明白了 尊严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不代表不爱 而是现在他可能连爱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结婚了要买房 婆婆让我出一半的前妇首付 我说我钱不够 她让我管家里借 我不想这么做 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想你是不想去付这套房子的首付 还是对这段婚姻已经打了退堂股 送你一句话吧 结婚别折腾 折腾千万别结婚 祝你幸福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